大家好,Atris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據南韓媒體CBS的報導 回到韓國之後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 保羅·賓圖已經和執教了四年的南韓國家隊公開道別 離開國家隊之前 保羅·賓圖向南韓足協提出了誠懇的建議 他就這樣說 最重要的是令一群球員在最佳的身體狀況下比賽 而之前在南韓對巴西的16強比賽結束之後 孫興文的私人李遼斯、安德柱曾控訴南韓足協的後勤保障 也引來了多位南韓國腳的點讚 保羅·賓圖接著就表示 我認為我們需要為球員提供更多的支援 雖然場上的表現是至關重要 但我認為我們首先要在場外做好相應的準備 保羅·賓圖的這番言論也令輿論上 對於南韓足協的質疑也越來越多 不過保羅·賓圖對於過去四年國家隊的表現感到十分滿意 他笑著這樣說 我認為我們已經實現了踢出有吸引力和活力的足球這個目標 在世界般上與一班球員一起的這個歷程 我很滿意也很感激 他笑著告別並且這樣說到 喜歡南韓足球與這班球員們未來會更加之好 推selves 就可以再次出發 latest 太 salvar